蔡依林中空透视布赖基图图掩面泪崩我都走过来了。 蔡依林举欧因,今在北京举办阿格伊布提,发片记者会,身穿中空透视薄纱装,胸前白色布赖基图的让人目不转睛,胸前大戒放惊艳全场。 回首过去曾遭受到负面批判,自我要求高的,他变得不快乐,没自信,他苦笑说,当时变得不敢乱范园,不敢看镜子,入行的快乐渐渐没了,我不知道何谓漂亮,身边都是漂亮的人,感觉自己是最丑的,心力焦脆时,看到自己很忧郁,感觉大家都讨厌我,我变得封闭, 那段时间不想分享工作的不开心,因不想让家人朋友担心。我那时没有很漂亮。 他今对过去的时自己说,所有精力都值得对自己,非常不舍。 歌迷大喊不要哭,他转头眼面,并忍泪说,我都走过来了,你也可以,我非常的勇敢,我非常谢谢我自己,感谢过去的自己,我未来将会更精彩。 明年初到江满,20年的他,不断透过学习,如舞蹈,安马体操,采带舞,为演艺事业加分,更随着自身兴趣。 乔首制作徐徐如生的翻糖蛋糕,多次在国际蛋糕比赛获奖,他对自我要求严苛,不停精进自己的不足,也曾尝试过极端减肥。 透过不断折磨自身肉体,挑战自我继线,被欲为地裁,的他谈言,自己就是个好奇宝宝,探索被新事物吸引的原因,曾经害怕提问,怕我看起来蠢,看起来不是天才,怕害怕战线犯错,原来我可以尝试学习发问,被自己的改变所感动。 他笑说,自恋其实是一种自我肯定,他曾经自我怀疑,不断批判自己,一度丧失自信,如今蜕变成举手投足街,展现自信的漂亮小姐。 他万众期待的新歌怪美的M1,今夜同步在记者会上首播,借由以自嘲笑看过去20年的黑历史,M1剧情一开始饰演法官的Gioin在法庭上起诉犯了怪美罪的囚犯一幕。 唯唯到来Gioin过去演艺生涯中自己曾经以为的最壮,包括江湖流传十五过水,减肥蜜招,被八卦媒体派到坐在机场小富微图以为变胖疯狂追求美白完美去看医生,曾经因想成为地裁,努力学五娘的彩带舞及演唱会上的调环表演, 却遭来酸民嘲讽的话语都毫无保留重现,而其中最令人喷饭的一套,就是导演特别让Gioin穿上十年前金区奖红毯上被酸民布洛克形容为花质装的经典造型。 让Gioin笑说过了十年,希望现在的我有把这套衣服诠释得比过去更好。 回顾她过去每回出片,总在唱歌、跳舞上面展现全新技能,带给歌迷惊艳的Gioin, 这次在新专达上回归内心层面,不在一味追求苦恋外在才华的她,呈现给大家的是更多自己内心情绪的分享。 她表示,发觉自我情绪帮助我在表演这部分蛮多的,更多的是在创作上给了多灵感跟惊喜。 这个应该不是说展露机能,而是帮助我发现更多的面貌。 平面访谈时,谈到她近日接受网红主持李柯太太,回首面对镜中自己眼眶泛红。 Gioin表示,是对自己的不舍,讲到目视自己情绪那段时间,我容易爱得涌现,听到有人不爱自己我也会心疼, 许述时难免有点情绪更严。 是否是为爱掉泪? 她表示,任何爱都会让我掉泪,我现在泪线很阿发达,不用大惊小怪。 她2009年推出第十章《花蝴蝶》专辑时,曾一度心情忧郁症,长时间提不起记,我只是被带来带去工作,我回家还是很空, 因为不知道再干嘛,我没有求助医生,我塞满工作,工作就是为了疗伤,我相信很多人逃避痛苦塞满工作。 花蝴蝶前几章都工作很晚,根本没时间跟自己相处,花蝴蝶是转折,曾经考虑退出。 不想做了,我找不到动力跟意义,或许结束是个方法,有冒出这疑问,但没有真的跟公司提出这个想法,没有后悔走上演艺圈,因为我喜欢。 她在顺利推出筹备四年的新专辑,她松口希望自己在明年展开全新巡演,至于确切日期,她笑我不能再开票了,很怕又跳票,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很谢谢粉丝很包容,常常骂得要死还是包容。 至于歌艺精湛的她,是否跨界尝试演戏?她表示,电影的却没思考过,因为我怕苦,哈哈,怕身体的苦,比如熬夜,我觉得我的肝很苦,这样我状态不好,还要硬撑,那是身体紧崩,我不想在这年纪这么累。 至于幻想过何角色?她坦言确实没想象过,但如果剧本很有创业,角色不会仔细挑选。